人们只要发出一点声音,就会遭到怪物的袭击,而这时孕妇正要分娩了。 曾经繁华的城市现在变得衰败,满大街人影都不见一个,早就在三个月前,城市就被怪物袭击,他们拥有最灵敏的听觉,凭借着声音来抓捕人类,于是幸存的人类为了活下来就只能小心翼翼地生活,不能发出丝毫声响。 爸爸带着一家人来到超市里搜罗食物,妈妈小心翼翼地拿着药,生怕发出一点声音,家人用手语交流着,在要离开的时候,探完的小儿子拿走了一辆遥控飞机,爸爸却担心飞机会发出声音,把电池拆下来以后,就带着家人离开了。 大女儿疼爱年幼的弟弟就将飞机偷偷塞进他怀里,而这个小儿子却趁人不注意将电池放进口袋里。 一家人走到桥上的时候,小儿子突然拿出飞机玩,响声吸引了怪物,爸爸拼命跑过去也没能救出小儿子。 小儿子去世一年后,家人仍然过着寂静的生活,妈妈再次怀孕了,她积极地迎接新生命的到来,还自己给自己做产检,而爸爸还活在失去儿子的痛苦里。 她始终埋怨着自己,没有救下小儿子。 晚饭的时候,一家人手握着手做祈祷,他们无法与怪物做抗争,只希望上帝能赐予他们平静的生活。 晚饭过后,女儿和大儿子在玩,不小心碰翻了煤油灯,巨大的声响吸引了怪物的到来。 她疯狂地敲打着门,吓得一家人屏住了呼吸。 深夜,爸爸扶在桌前,为女儿做了一个助听器,尽管之前已经失败了无数次, 她也想为女儿做点什么。 一天,爸爸带着胆小的大儿子去寻找食物,让女儿留在家里照顾妈妈。 女儿也想跟着去,却被拒绝,她偷偷溜了出去,来到了小儿子的坟前。 她一直觉得弟弟的死与自己有关,要不是自己将玩具飞机交给弟弟,或许弟弟就不会死。 独自在家的妈妈羊水破了,她酿强地走到地下室的时候,却一不小心踩到了钉子,发出凄惨的叫声。 她忍着疼痛拔出了钉子,打开了代表求救的红灯,而在这时,闻声而来的怪物闯进了家里。 妈妈忍着分泌的疼痛,用了一个闹钟吸引了怪物的注意,她才顺利地逃过一劫。 她躲到浴缸里面,将孩子生了下来,全程不敢发出一点声音。 爸爸看到屋外亮起的红灯,就知道妈妈有危险了,而这时贸然冲进房子里,肯定会被怪物一锅端。 所以,她让儿子去放烟花,吸引怪物的注意力,自己就拿着枪解救妻子。 她抱着妻子和刚出生的孩子,躲到了地窖里面。 这时,孩子发出了哭声,她为孩子戴上了面罩,再装进了一个运营箱里,才听不见孩子的哭音。 女儿看见了天空的烟花,赶紧回到家,却看见怪物正在寻找猎物。 那一刻,她不敢发出声音,紧紧地攥住助听器。 助听器发出刺耳的声音,怪物一听到,撒腿就跑了。 爸爸没有任何声响以后,就从地窖里钻了出来,去寻找女儿和大儿子。 妈妈醒来以后,发现地窖里早就被水淹没了,而怪物也顺着水流,前进了地窖里。 怪物走到了婴儿床前,由于灯光昏暗,她看不清任何东西,而妈妈捏手捏脚地走到婴儿床前,抱起孩子躲进了水流后面。 爸爸拿着手电筒在野草中寻找着孩子们,看见光亮的孩子们跳了出来,与爸爸紧紧相拥在一起。 而怪物的嘀吼声却破坏了相聚的喜悦,爸爸指引着孩子们躲在床底下,自己拿着一把斧头砍向了怪物。 怪物将他甩在了地上,大儿子担心了喊了爸爸,引起了怪物的注意,他不断地袭击着车,女儿又再次攥住了助听器。 刺耳的响声没有让怪物落荒而逃,而是让他变得更暴力,不断地拍打着车。 见儿女有危险,爸爸艰难地从地上爬起来,用手语比划着我爱你,对儿女做出最后的告别。 他发出最后一声大吼,怪物朝他飞驰而去。 天亮了,妈妈将儿女带回了家里,怪物仍然穷追不舍,他举起了枪,颤抖着指向了怪物。 丈夫死后,保护家人的责任车落到了他的肩膀上。 怪物一步步逼近,在妈妈身后的女儿再次攥住了助听器,刺耳且持久地声响,让怪物痛苦不堪。 他刚想攻击家人,妈妈就举起了枪解决了他,其他怪物听见了枪声,纷纷朝他家里跑来。 妈妈看向了女儿,女儿心理神会,再次开启了刺耳的声音,而妈妈举起了枪,再次与怪物搏斗。 本片《寂静之地》在北美地区被称为2018年上半年期待度最高的恐怖片。 无声塑造的恐怖气氛加感人的情感内核,得到了广大观众的好评,但也有人认为它赞誉过高,毕竟这部片子还是有很多bug的, 人们在找bug的时候,都很难沉浸到恐怖的氛围之中。 好了,今天解说结束了,这里是大乔奖电影,下期见。